104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回顾未能应对世界历史之变而丧失国家主权饱受痛苦的历史 3月1日韩国总统尹熙悦在三一运动104周年纪念活动上宣称 日本已从过去的侵略者变为首尔的伙伴 这一讲话被韩国正义党发言人金熙瑞批评为与过去亲日派的主张相似 韩国很多公民团体和历史学家也称其为亲日历史观 据法新社报道根据韩国法律的规定 所谓亲日派是指在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时期或封头衔逮捕或杀害独立运动人士的人 这些人大多已经死亡 但因为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 韩国的亲日派并未得到彻底核算 该国亲日势力依旧强大 而这不仅为韩国的政治分裂埋下隐患也对其外交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人财产收归国家的特别法 亲日反民族行为人是指在朝鲜半岛逐步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过程中 通过签订以资条约韩日合并条约等立功并获得相应地位的人 在日本殖民时期当过日本国会议员 参与日本驻朝鲜总督府中书院事务的人 以及杀害独立运动人士的人 这里亲日反民族行为人就是韩奸及亲日派 而这些人大多已经死亡 不过韩国汉阳大学名誉教授郑炳浩2019年发文称 亲日派远远没有成为历史 仍在制造伤害 在首尔中心糟蹋纪念慰安妇受害者的和平少女像 在美国和日本到处宣传慰安妇是假的 日本也没有强制征用劳工 郑炳浩所说的亲日派是指韩国现存的亲日势力 韩国亲日派虽然已经所复历史 但其残留依旧危害民间 其后代以及与其相关的机构 依旧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 包括前总统朴正熙等在内的不少韩国政治精英 都与日本和韩国亲日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些亲日派还被视为英雄 韩国《韩民族日报》称 韩国首位陆军上将白善业曾镇压抗日运动 是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调查委员会认定的亲日派之一 但却因为其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被视为英雄 白善业生前在韩国得到优待 在很多与军事有关的活动中都是座上宾 被称为韩国三大报纸的《朝鲜日报》 《东亚日报》以及《中央日报》 其创始人都与亲日派或亲日势力有关 例如《朝鲜日报》是作为韩国亲日经济团体机关报创刊的 近些年来由韩国保守派形成的新右翼势力 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随意歪曲历史 组织出版美化日本侵略带有明显亲日亲向的教科书 据据韩国KBS电视台2022年报道 该国各地还保存着相当数量的亲日派同将 仅经济道就有161座 在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看来 韩国亲日势力仍较为强大 主要通过财阀集团得以体现 在韩国有军事上层亲美经济大佬亲日的说法 即韩国军方高层大部分由美国陪持 而财阀集团大部分和日本关系密切 从历史角度看 一些韩国大财阀集团就是在日本殖民时期发展起来的 韩国独立媒体机构NewsTepa 2015年推出的亲日和望却系列节目则显示 在被日本殖民期间 亲日派在韩国拥有大约430平方公里土地 相当于首尔面积的三分之二 截至2015年直接土地中仅有13平方公里 也就是亲日派所拥有土地的3%被收归国有 与韩国亲日势力强大的影响力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该国的独立运动人士及其后代 很多都生活悲惨 韩国社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独立运动人士三代受穷 亲日派三代荣耀 韩国时事周刊 时事应2008年对亲日派独立运动人士 以及他们的后代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实现三代以上新盛的亲日派后代 远多于独立运动人士后代 韩国独立媒体机构NewsTepa 对1006名亲日派的后代进行多角度调查 调查发现 在475处亲日派后代住宅中 43%属于首尔江南三区等富人区 此外亲日派后代 很多都是企业高管 医生等精英 感谢观看